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竹风少女海苔,我是海苔妈妈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小铃铛,关注我们 今天呢我要来教大家做简单健康的狗饭 你可能在各大平台上看到过类似于这种或者是这种的狗饭 虽然看上去食材很丰富哦 但其实营养比例严重失衡 而且缺乏狗狗必要的维生素和钙 不科学自制是大部分狗狗得一线炎的原因 但如果你下一点点功夫 熟自制可以完全取代狗粮 和生骨肉一样健康 一个营养均衡的狗饭包括 肉类大概占总数的70%到80% 我用了鸡肉、羊肉、鸡心、亲口背 内脏大约占10%到15% 我用了鸡肝和鸡蒸 蔬菜水果大概占10%到15% 我准备了南瓜、胡萝卜、西兰花、少量海带 还有少量燕麦 接下来是少量蛋黄 这次我准备了4个 其次是钙 这里我们会用到鸡蛋壳 每磅肉搭配1%茶匙就足够了 最后是少少少量的盐 没错 狗狗是需要盐的 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有了材料呢 剩下就很简单了 第一步我们把所有材料打碎 我们用的是大型的搅肉机 但是小型的家用搅拌机或者手切都是可以的 好恶心喔 搅入鸡刮一下 然后我们加入4个蛋黄 我们也可以把燕麦加进去 剩余的蔬菜我打算切片 然后上锅蒸 因为我发现如果蒸了打成泥 会比较好消化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是刚刚4个鸡蛋的蛋壳 我已经洗干净脱过膜 然后一起跟肉送进烤箱烤就可以了 烤完之后打成粉就可以变成天然的钙粉 现在烤箱已经预热好了 我们打算烤肉和烤蛋壳了 蔬菜就稍微切一下就好了 蛋壳已经烤干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蛋壳拿出来 打蛋壳最好是用那种Coffee grinder 就是磨咖啡机 或者是那种小的那种调料研磨机是比较好 如果没有呢 就是像我们家这种手持的搅拌机也是可以的 这种就没有打特别细 但是也可以用了 这么多一丝心是用不完的 蔬菜这时候已经蒸好了 打完就成这样的蔬菜糊糊 我中途拿出来翻了一下 比较好烤 那现在已经是完全烤好了 这里面所有的肉价内脏 大概是六磅多一点点 大概六斤多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 这是二分之一 teaspoon的小勺子 就六勺多一点 来一点点就行了 然后最后一步 把剩下的蔬菜和进去 这样就拌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建议就是分小袋 然后冰箱冷冻保存 要吃的时候再解冻就可以了 汤汁也要保留哦 都是营养 特别像咖喱味的鸡肉饭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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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